蜜子洛 蜜子洛對我來說是一個佔有很重要的位置 因為其實我當他是一個家人 我們從中一開始認識 可能我家裡只有我一個兒子 和我對上有一個姐姐 其實從小到大都當他小孩 我和他是一個好兄弟 但比較差點來說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寂安 然後我是一個很弱小的大龍 我記得有一次我哭 然後他回家 很生氣很生氣 然後他按鈴鐺我 其實我們的關係挺情侶 很多時候我經常跟他說 有時候有沒有想過放棄 他從來都沒有 其實在這個年頭 找到一個年輕人 好像他這樣 對自己工作 這麼堅持的人 我想 很難找到 我入行的原因是因為發明星夢 你會覺得 很有型 其實一直從第一年到三四五年 都是很懶惰他做 到我醒覺的時候 什麼都想學 看書 看多些電影 就是這樣 在一零年的時候 我就是有一個 我覺得我要更加學多些東西 就是去了內地上海學功夫 我在那裡住了七個月 我的終極目標是很想拍一套電影 而這套電影就是 好像阿菲正傳張國雲做的《玉仔》 人家一記得 阿玉仔就記得這套電影 或者阿菲正傳就記得玉仔 這是我的終極目標 可能拍完這套電影 有些優惠的東西可能有獎 但這件事我沒有想 一周刊出了手機APP 你下載了沒有